对于各位女性朋友来讲,如果您经常熬夜的话,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,而且还容易出现很多的疾病,颜色辣狂,气血不足等一些情况也接触而来。 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多注意滋补。 今天就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,经常熬夜的女人吃什么水果最好? 女人长期熬夜吃什么水果好? 一、苹果,俗话说每天吃苹果,医生远离我,苹果是一种对身体有好处的水果,其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、个胶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、多分脊黄同类营养物质。 由于熬夜的人很容易出现内分泌失调而便利或者肥胖,皮肤变差等,因此苹果中大量的维生素和苹果酸,能使积存于体内的脂肪分解。 可有效防止体态肥胖,增加血色素,是皮肤变得细腻,其丰富的果胶,还可以促进排泄,防止动脉硬化。 2. 柠檬,柠檬可以说是水果美白的点饭,经常熬夜的人容易上火,脸上就容易长斑斗斗,柠檬酸门去斑,防止色素沉着,内服脉涂都很有效果,同时可促消化吸收,是熬夜一族日常应该多吃的水果。 常吃柠檬可帮助消化吸收,令皮肤光洁细腻。 3. 葡萄,葡萄好吃又有营养,葡萄对于为世界四大水果之首。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及多种维生素,对保护肝脏效果非常明显。 葡萄营养价值极高,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,可对肝脏起到保护的作用,能延缓衰老,非常适合熬夜的人多。 4. 羊桃,羊桃中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多种成分,如糖分,维生素A,维生素C,以及各种纤维质,酸素。 羊桃中丰富的果酸能够抑制黑色素沉淀,并且有保湿的作用,对改善干性或油性皮肤组织都有显着的功效。 5. 羊桃,羊桃中含有丰富的天然的鸡唇,可助于脑部活动,其中的血清可促进安定情绪,起到一个镇静心情的作用。 同时丰富的流传蛋白霉还具的美容,抗衰老,软化血管等多种功效,在这羊桃中的蛋白霉还可促消化。 开胃戒皮,羊桃可谓是现代人,尤其是熬夜一族健康的法宝。 6. 狸,狸性凉,清热戒度,其中的维生素B族,更可起到一个缓戒疲劳。 保持心脏活力降至血压的作用,同时我们也知道熬夜的人经常会有食欲不振,头晕脑发的问题,多吃离就可使血压恢复正常,同时促进食欲,减少熬夜引起的并发症。 7. 橙子,橙子几乎已经成为维生素C的代名词了,维生素C可以避免皮肤受到热光的侵害以及电脑的辐射等等,抑制色素颗粒的形成, 是皮肤白细论则,同时熬夜的人,由于长时间的不规律生活,导致休息不够容易便秘,而橙子中特有的纤维素和果胶物质,还有利于清畅通便,排除体内有害物质,确保身体健康,增强免疫力。 8. 橡胶,橡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钾,其次就是美的含量也很丰富。 8. 现代专家研究表明,人体内维持正常的心跳和血压的甲是主力菌,甲能够有效地避免血压的上升,或者肌肉出现净乱的情况,而美则只有消除疲劳的效果。 8. 此外,香蕉中的糖分可迅速转化为葡萄糖,立刻被人体吸收,是一种快速的能量来源,所以在熬夜之后吃根香蕉能够补充体力。 8. 所以经常熬夜后来上一根香蕉不仅可以补充体力,同时还可消除疲劳,同时香蕉中美,叫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,可今换血压升高。 8. 同时还可知一遇,尤其是适合加班熬夜的职场人士常吃,女人熬夜吃什么补,一,燕麦片,人熬夜到一定程度,大脑已出现兴奋的状态,即使内心很想赶快入睡,但就是睡不着,这不但会影响睡眠质量,而且对第二天的生活及工作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。 8. 正时多食用些具有安神的食物,是非常有必要的,建议大家可以适量食用些燕麦片,因为它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成分是较多的,这种食物一般没有什么味道,可以在食用它的时候加些蜂蜜会是很不错的选择,口感也会瞬间变好。 9. 而胡萝卜,常时教育不单单只会使人的身体出现精神不争的现象,也会使人的眼睛出现严重的疲劳感,从而导致食力减弱,严重的还会患上眼部炎症,想要保健眼部。 3. 环境眼部疲劳,可以食用胡萝卜,适量的食用胡萝卜可以对眼睛进行说话工作,不但可以提高视力,而且还可以放松眼部的疲劳,因为它含有的维生素A就具有这样的作用。 除了食用这种食物之外,大家还有食用其他含有维生素A的食物,也是可以的。 3. 牛奶,经常熬夜的女性,尤其是上夜半的,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特殊的饮品,因为饮品中不但含有大量的水分,而且其营养元素也是较多的。 4. 而牛奶就是如此,牛奶中含有钢、铁等物质,可以在保护骨骼的同时,也为女性起到补血的作用,对身体有一定的保养作用。 4. 市面上的牛奶有多种,最好选择纯牛奶,不要选择饮品类的牛奶,如腐原乳,同时牛奶的保质期是较短的,在饮用之前,一定看清楚它的保质预期。 4. 枸杞子,长时间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是较大的,尤其是眼部,这时使用些保护眼睛的食物是非常有必要的,推荐大家可以用枸杞子泡水喝,它之所以具有保护眼睛的作用。 4. 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A、B、B、B、R、C、钙、铁等,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。 如果此生的眼部出现不适的情况,人们可以食用这些食物,不一定总是用不同的眼药水。 毕竟眼药水的药性的眼睛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,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。 到了晚上,很多朋友虽然并没有什么事情,但是也不肯饶他睡觉,晚上看手机、看电视,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了。 但是经常也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,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注意,吃一些滋补的东西,让身体更加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